嗯 哈嘍各位好歡迎來到安第六系頻道今天跟各位帶來的是 是紀律我4天梯觀戰 挑的對局呢阿麻斯對二圖曼的對局哦 在火山倒這樣地圖 其實比較少見 因為我猜大部分應該也有邊掉這張圖 主要就是因為有出現海了 天梯上的圖只要有出現水域的部分 大部分人都不太喜歡玩啊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這火山倒吧 畢竟這也不算是一個 不算是一個完整的傳戰圖了怎麼講 就是有水域你也可以玩水 嗯 有這個海域的話呢 可能還是會考慮會先開那個碼頭吧 我們看一下 像這個二圖曼一開始就已經先踩木頭了 然後派了一個村民應該是要拉到海岸去了 阿巴斯 應該也是一樣啊 而且阿巴斯的這個 碼頭是特別便宜哦 他只要75的木頭 不要忘記了阿巴斯 碼頭半價很便宜 別人造一個他可以造兩個 所以對阿巴斯來講這張地圖當然 當然是很不錯 ok 羊的話還是繼續找吧 這邊來看一下 惡圖曼選擇開在哪一個海域 之前也有看過嘛 這邊有一些海域是可以通過的 我有忘記是不是 這些部分是不是可以通過 他有一些部分是有連起來的 比較看起來好像是有一些潛灘的部分 船其實可以過去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忘記了 因為這張圖我自己也BAN掉了 所以也沒什麼在打這個 海圖我自己是比較不熟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因為也比較少見有去做這個碼頭開喔 那碼頭開一般來講就是 木頭要先採吧 你看一下阿巴斯這裡 全部也都是配到木頭上 那對手惡圖曼的話呢 也是配木頭的村民 大致上都是以木頭為主 那當然這邊還有派了三村在吃羊 你還是要有一些基本的村民在供給食物啦 不然 你這個漁船還沒跑起來之前 你的食物禁杖是零喔 還要等這個捕漁船出來 看起來阿巴斯 看來會補到幾艘船吧 這麼小一個海域的話 三艘差不多 然後 海岸線魚群啊 用村民踩是比較快的喔 漁船踩比較慢 如果他是海岸線魚群的話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村民在這邊踩這海岸線魚群 然後這個漁船是給他去踩深水魚群 這兩群要特別注意一下喔 如果你有玩海圖的話 這是採集速度不一樣的 所以漁船一定要讓他去踩遠洋 不要讓他踩這海岸線 海岸線用村民去踩 那阿巴斯 看起來應該是要開兩個碼頭啦 這個 當地圖這碼頭開的真的很有意思 他這碼頭開在這裡 然後這水域都這麼小一塊 但是還是可以吃魚喔 深水魚你看這有1,000食物 其實很爽啊 等於是你陸地上幾乎是 不太需要管那個食物的進障 那俄圖曼這一場其實 因為開碼頭的關係 當然也不可能去開那個軍事學校 不然正常來講 俄圖曼開軍事學校 比例也是蠻高的 就是在黑暗時代去開的話 會有這個槍兵 那槍兵可以去騷擾一下 等到封建時代再突襲一波也可以喔 不然你升封建時代 如果你有軍事學校先造的話 黑暗時代這樣子跑一跑 差不多升封建 你當兵大概2到3隻吧 應該2隻差不多在對方家裡 你就可以做一波進攻 這會逼迫對手要去出射箭場的 或者是軍營去反制阿 所以這個前期出單位還是 滿有作用的 OK 一個深水魚 派了三個漁船 這裡的話 這碼頭好像只派了一艘漁船 在吃這個深水魚而已 不過得說這個深水魚的距離非常的近阿 這幾乎是採完之後就可以直接往回放了 應該也就是在補幾艘漁船阿 效益會比較高一點 不過這些海域基本上都是差不多 就是深水魚都是在一個 很近的位置 其實我不太知道這個當初製作組在做這樣地圖 到底是為什麼會覺得這樣做 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感覺人在羞辱這個碼頭的感覺 就沒有沒有什麼海域 但是你在那邊建一個碼頭看起來超級違和 我就有信 OK 那如果你是用這個碼頭開局的話 封建時代基本上時間不會太快阿 但是因為你捕魚 所以你後續的食物效益會非常高 等一下食物會一波暴漲 但如果你今天 在跟人對局的時候 如果一邊是用一般正常模式去 吃羊然後一邊是吃魚的話 你吃羊的一定會比較早上封建時代 這時候要小心一點阿 如果是法蘭西這種文明的話 他很有可能生風的時候就派 那個皇家騎士到你這邊去騷擾你的村民 如果你家裡完全沒設防的話 所以還是要注意一下 那當然如果你擋下來的話 對於你開碼頭這一方 你的經濟真的是大優阿 優到一個不行 看一下 喔 惡圖曼開的是 貿易網路 蘇丹哈尼義戰貿易網路 可以當作市集使用 附帶兩個商人駐守 每駐守一個商人 每分鐘會產黃金 就是你可以在裡面放商人阿 他一開始會送你兩個 然後最多可以送 最後可以駐紮六個 可以當市集使用 我蠻少的看到會 看到惡圖曼開到這個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吧 阿拔斯的話第一時代選什麼 軍事偏電 沒什麼問題 現在軍事偏電已經看膩了 現在打阿拔斯自動會升射箭場 打阿拔斯第一個反應就是 你升封建時代之後 會自己下一個射箭場 然後準備升小宮去反制 阿拔斯前面這個 軍事偏電的效益就是這樣 不過我個人本來就不是很喜歡 在封建時代裸著去上城堡 這個軍事偏電對我來講 不是一個特別 需要在意的一個打法 但有一些人可能習慣就是裸的很徹底 在上城堡時代之前 就基本上不升任何軍事建築 這樣子就 要看一下 你有可能會被騷擾到 但現在的環境你打巴斯 大致上應該都還是會準備吧 喔 惡圖曼選擇的不是射箭場 是馬舅 海域奇嗎 不可能 這裏看一下他們會去拆這個碼頭嗎 這裏還是赤猴大戰中 阿拔斯要在這邊開碼頭 要照 照照這個 軍艦去打這些漁船嗎 但這裏 阿畢竟赤猴的攻擊力只有一點阿 你在盤54才會死掉阿 這也不是那麼容易消滅的阿 等一下阿 每分鐘多少 28黃金 兩個就56 每分鐘56點黃金 OK 二圖曼這邊看起來是要踩石頭 可能是想開軍事學校 也有可能 想開 應該是開軍事學校 他應該不會想開TC 才對 太漁船了 沒有必要開TC 凱莉奇先出 伊瑪木點了這個圍奇爾點數 先叫伊瑪木出來 哇 這非常早期的進攻 阿拔斯沒有把第一時間的軍事偏電的單位往前送 他是在家裡防守 打得很穩 這個哨戰 已經升了這個攻擊 要什麼突然忘記那個反正就會升會自動射箭 這樣子可以確保這個黃金礦的安全很重要 像前級騷擾就比較難完成 二圖曼會比較擔心他伊瑪木死掉 這兩隻伊瑪木 很貴阿 點了圍奇爾點數 還是要保存好一點 點了之後 這伊瑪木就會自帶一個被動效果 他的附近每秒就可以治療一點生命值 然後會隨時代提升 好之前的版本 有更新過這個 原本都只會補1 後來是城堡變2 帝王時代變3 這你可以看一下阿 這為什麼我 其實 會選擇出弓箭場的原因阿 就是對手 因為你設 你弓箭你只要出兩隻以上 三隻你就很好去反制對手公平 可是你看你出這種清奇的時候 阿拔斯這兩個長槍兵 其實是有可能把你的起手也收掉了 這是因為這場二圖曼有操作 再加上他有伊瑪木 他才能撐住這個長槍兵攻擊 所以這算是蠻有風險的 那當然他先開這個馬就 你有這個彩藝騎 你在封建時代有個機動能力的話 你騷擾起來當然還是比較方便一點 你就可以去串入像這種地方 這個彩藝騎如果從這邊這樣走進來到這個墓區 會很難擋阿 這樣子看到這麼多彩藝騎的話 阿拔斯理應就是會開補軍事建築 所以你兩個都下去了 而且還是開了2TC 畢竟是阿拔斯 阿拔斯這個新鮮食品已經拉完了 一隻村民只要 還沒拉 正在拉 拉完之後是減35%的成本 他的村民會變得非常便宜 所以至少還是得有2TC 才可以發揮阿拔斯的特性 這怎麼樣 反正你村民夠便宜嗎 就像 可能像那個 神羅一樣 後期的斯瓦比亞宮殿 村民反正造的快又便宜 甚至可以拿去當炮灰 都沒有什麼問題 喔 俄圖曼這個是一個非常早期的城堡 直升城堡的一個打法 上軍蟹庫勞 軍事學校也蓋了兩個 目前 因為他為其有點數點那個一馬目的關係 所以軍事學校應該不能再多照 只能照兩個 他這個轉播介面還是不能看他為其有點數點的什麼 恩 科技都還沒拉但是先下了鐵匠鋪 目前 科技 科技 經濟科技的部分 阿拔斯 跟 惡圖曼 好像都是先拉了 手推車 然後 一個是大家一級目 一個是大家一級採採控 喔 想搬那個聖物喔 快先點那個一馬目 alright 阿拔斯 阿拔斯 竟然 有抓到他要去搬這個聖物耶 好敏銳 是因為看到一馬目吧 這真的是打久的經驗阿 這一馬目怎麼停下來了 NO 道戰蓋好了 還好一馬目很貴阿 不過還是被成功搬回一個聖物吧 直接先下了一個清真寺 可以開始收地圖上的聖物阿 就算不是神羅 也是收生物的黃金禁杖也還是不錯的 充滿這個 微教風情的音樂 喔 這裡槍兵有點多 不過 彩力騎也不是好惹的 但槍兵數量夠多 阿拔斯這裡 應該還是不太怕惡圖曼這個 哇 一馬目死掉了 虧 武功箭手了 槍陣打開 沒成功 而且阿拔斯升到了老鏈長槍兵 兩邊都進到了城堡時代 踩力騎還是封箭版本 不過有一隻弓箭手在這邊 打這個槍兵 還是可以的 硬換血 直接硬換 不給他拉牆壁喔 這張地圖 很像那個常逆鎖 兩邊都會 搞實際會去拉牆壁 這裡是激烈的交換中 阿拔斯出了兩個軍營 這邊前期還是以這個老鏈長槍兵為主 沒有踩力騎的話 還是需要有這個長槍兵的 不過 厄圖曼後續補了很多的工兵 長槍兵應該會吃不消喔 甚至已經也有補了弩兵喔 補了兩隻 古拉姆非常非常非常怕這個弩兵喔 古拉姆不是一般 防甲步兵的這個 應該說 應該說他的那個 造價也比較貴啦 但他被這個弩兵射真的是會蠻傷的 看一下那個古拉姆 一百二三十 三十喔 一百五的總資源 正常裝甲步兵 只要一百二十嗎 總總和一百二十的資源 但古拉姆就真的貴蠻多的 但古拉姆的破壞能力 我之前的影片也有展示過了嗎 真的也是很高啦 那個快速打擊 打到這個輕甲單位斬殺速度非常的快啊 不過雙甲步兵的硬傷就還是走路太慢 弩兵是一定 一定可以守住的 二圖曼補了TC喔 看起來打這個 阿拔斯你不補TC也不行啊 阿拔斯的村民已經是63個對45了 阿拔斯進到城堡時代之後的爆兵能力 真的很強 很可惡心喔 圍棋的點數 看他點什麼 不知道點什麼 恐怖畫面看不到 有可能是點羊 我也不太確定 現在點羊那個也可以增加採礦速度 其實對二圖曼來講經濟也會變得非常不錯 其實學校繼續補 那玩二圖曼最重要的就是這一個 建築學喔 你要留這個適當的空間去放鐵匠鋪 還有旁邊這個軍事建築真的都要 都要框在裡面 像這個穆罕默德的軍蟹庫也是一樣啊 你要讓他吃到這影響力範圍 這好像沒吃到範圍 對啊這個軍蟹庫沒有吃到範圍 這樣子他產速會變慢 有點可惜 看一下古拉姆面對 弩兵應該是沒得打 而且 二圖曼這裡因為有軍蟹庫的關係 所以青頭出的時間點也非常的早 阿拔斯這個組合不好打 下方這裡古拉姆也應該說 下方這裡阿拔斯也是派了一波單位做進攻 現在做一個雙線的進攻 二圖曼只派一個村民在前面修 應該兩個村民 修牆壁來不及修起來 但就算修起來好了 這應該很容易被燒破 打一個雙線 就有點吃你的反應力了 二圖曼這個要下去守嗎 像這個聖地 其實這碼頭也是可以產 產一些 軍艦在這邊防守的 可以守住聖地 要直接限帝拉衝動車 阿拔斯是不用研發工程工程的 限帝就可以拉這個工程兵器 二圖曼還是決定把之後生出來的單位 往這個下方集結 還是要去阻止一下對手在這邊的一個進攻 畢竟這個碼頭不像二代 他的生水魚是吃不完的 他會一直回復 他生水魚吃完再過一陣子會再出現 所以這生水魚基本上是五線資源 派這個三台的 捕魚船就可以一直吃 所以這個碼頭被推掉對經濟還是有點影響 看一下這兩方的食物收益 阿拔斯收益還是蠻高的食物部分 現在阿拔斯是古拉姆隊 配這個長槍兵的一個組合 上下兩邊都想要做進攻 二圖曼也是在打一波雙線 可以消耗操作力喔 塞窄口 感覺行嗎 其實塞窄口是還蠻可以的阿 不過阿拔斯後續也有跟來一些弩兵喔 充電手 這一波頂著四人中心打 但有一些裝甲不平的關係 應該還是可以撐一陣 躲入這裡 二圖曼是成功的突破阿拔斯的墓牆防線 把這燒戰拆了之後 左邊的戰力感覺也是蠻高的喔 兩邊軍隊價值是差不多的 但下方這裡的阿拔斯進攻應該是打不下來 只能稍微的干涉一下二圖曼的發展而已 讓他村民必須先拉開這個黃金礦 左路阿拔斯也補上了投石車 組合依然是弩兵槍兵跟古拉姆 下方這裡衝撞車正在拆碼頭咯 喔 這裡真的蠻能撐的喔 這古拉姆 砍這個輕甲單位還是蠻給力的 這邊還是打了蠻久的喔 你如果沒有任何的弩兵去打這個 裝甲單位真的是很痛苦阿 老練工兵七加一八點傷害 他有六點的遠方 你才打兩點血而已 裝甲步兵的血量都多了跟什麼一樣 用工兵去克制裝甲單位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瑪莉瑪莉就可以這個感同身受了 瑪莉沒有什麼沒有弩兵可以用 但其他文明有弩兵 除裝甲單位遇到弩兵真的是很麻煩 這軍械庫很可惜他沒有匡號這範圍 這是所謂建築學很重要的東西 管這二圖曼你真的是 重要的建築是真的一定要吃到這個鐵匠鋪範圍 不然就是這邊要再補一個鐵匠鋪 我覺得軍械庫這個產這個 封城兵器還蠻重要的 剛剛這兩波交換完之後呢 戰損比阿巴斯是蠻好的 七千的戰損 殺傷價值有七千 二圖曼才四千七 代表阿巴斯這邊大優 而且他的經濟肯定看起來不差 看起來很好 阿巴斯還算是一個非常會濃的文明 而且時間拖越久阿巴斯是越可怕 大方一樣在做一波進攻 二圖曼雖然有一些虛空兵可以用 那軍事學校四座在升的話 虛空兵是蠻多的 那就還是要看兩邊的交換吧 因為阿巴斯的資源真的是蠻雄厚的 田什麼的都已經採的星星向榮了 居船經濟也沒受什麼干擾 村民又比較多 村民又比較便宜 我跟阿巴斯打我自己也是蠻怕打到很後期的 你看他的那個TC 兩TC 阿巴斯兩TC 阿當然你的村民不用爆到太多了阿 大概120村民就差不多了 再爆上去真的蠻壓縮軍事單位的阿 之前有一個 有一場影片我也跟各位說明過這件事情 喔 奧圖曼 沒有下方的視野 兵力往前拉 阿巴斯看到對手過來 看阿巴斯這裡沒有投石車 不過前方古拉姆很多 這對阿圖曼來講這個組合 我覺得不是很好打 但阿圖曼後面應該是蠻多弩兵的吧 18隻弩兵 所以不太敢直接亂衝 但我覺得這一波阿巴斯衝上去應該可以贏喔 我認為勝率蠻大 因為裡面其實還有混很多槍兵 他可以稀釋掉這個弩兵的加成傷害 這也要直接硬戳投石車 二圖曼沒有給對方機會 直接往前壓阿 上方這邊也是在做一波進攻阿 但家裡二圖曼這邊也有防守 正面這一波我們來看一下阿 我覺得應該是 二圖曼應該是擋不下來阿 根據我的經驗 這應該是擋不下來 因為你中間有混槍兵的話 弩兵不會每一發都打在這個 中甲鋪兵身上 就是古拉姆身上 除非你神道有辦法 每一隻都點掉他的這個中甲鋪兵 不然的話他只要無腦A到你臉上 你是勢必只能往後撤的 上方阿巴斯兩邊進攻的同時 上方這裡的騷擾是沒有成功的阿 還好阿 二圖曼是有防守下來的 不過下面這裡二圖曼沒有打進去 這個交換又感覺蠻貴的 一萬一對八千三 那已經快差這個四千分的 戰損價值了 二圖曼這個虛空兵看起來 能趕上這個阿巴斯的經濟力嗎 左邊這邊應該是不想防守的 直接拉大型劍塔防守了 這是非常有效的一個手段 對手也是這樣 拉下木牆之後 就拉一個大型劍塔防守在必要的幹道上 配保對手的軍隊經過的時候 還可以防禦一下 我們就大型劍塔也沒有出 投資車什麼去拆也不是很好拆喔 那你出投資車就蠻拖節奏的 現在看一下雙方的資源量 你看阿巴斯這裡 已經要升 已經要升帝王了 他在貿易片電影在點了 升帝王 這 二圖曼 現在感覺離帝王 還蠻遙遠的喔 已經是推到家裡了 不過二圖曼這個時候 軍隊價值是有一萬一千分的 要全力的防守下方吧 這硬衝的話阿巴斯應該打不下來啦 這應該打不下來 因為 以軍械庫還存在的情況下 還有投資車 理論上應該是不行的 而且這投資車裡面有塞一個 攤位在裡面 沒記錯我記得是可以加速 拍裝速度移動速度會加快 哎移動速度有加快嗎 所以我有忘記 好久好久沒用這個 好久沒 沒沒用那個阿巴斯 沒有惡圖曼這個進駐的功能 我看一下那個 那我讓我確定一下好了 惡圖曼 呃 這有寫嗎 我記得拆裝速度有變快 他移動速度有沒有變快 我有忘記 阿總之 他就是總之他有進駐單位在裡面 BUFF一下自己的那個工程兵器 這裏阿圖曼要在做進攻 他看到對手生帝王時代 一樣心很涼 打 對戰的過程中 你看到對手 你還在城堡時代 對手已經城堡 帝王時代的時候 真的是 我再不進攻 我等下就要死掉 那種感覺 我看資源量可能 離帝王時代都還有一段的時候 這一波進攻 惡圖曼也是拼足全力喔 應該 質量上是有贏的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封箭手為主喔 弩兵為服 前面也有大量的中甲步兵 你看這個中甲步兵 鐵量就155 你看他看那個古拉姆的血量 224 超級噁心 古拉姆 又坦又痛 雖然他當然比較貴啦 不過真的 打到後面就差不了這麼一點錢 能撐住戰線才是真的 惡圖曼這一波很兇喔 阿拔斯 軍隊這正面不夠喔 弩炮其實可以趕快架起來攻擊了 再怎麼樣他也有30點的遠程傷害喔 射著射著還是可以射出一點傷害了 三方這裡正在用衝裝車要偷襲 厄圖曼的大型箭塔 不過這邊應該是沒什麼機會 村民已經拉上去修 而且也在燒這個衝車了 加方這裡要看厄圖曼的韌性喔 厄圖曼這些工兵有沒有辦法撐著 阿拔斯後方也還有弩炮可以反制 頭子撐 第一時間沒有點掉 完啦 這個虧爛 第一時間這兩個弩炮沒有操作到 沒有第一時間點掉阿拔斯的弩炮 頭車最關鍵的一個單位 死掉了 厄圖曼後續沒有補兵上來 沒有接上前面的部隊的話 這會有點麻煩喔 阿拔斯又再次衝到前線來了 而且已經是精銳 精銳古拉姆了 259點攻擊力 這貼臉上相當的痛苦阿 硬的跟什麼一樣 這個圖曼這一波進攻看起來 有失敗了 稍微的給一點壓力 但自己也得上這個帝王時代 所以在後方 上方這邊也拉了海門城堡 這也是大型劍塔的一種 阿這個會讓所有大型劍塔 都可以獲得光環 讓商人跟貿易船的移動速度加30% 再互獎 不過他沒有用商人就還好 沒有什麼用 就是當大型劍塔用 順便升時代 但二圖曼可惜 下方的單位並沒有接上 所以阿拔斯這裡經濟 看起來還是蠻可行的 二圖曼經濟也不差 大方的軍事建築應該也都補得夠了 我們就忽悅不計 就看兩邊的操作了 頭車架好 這裡真的是非常吃操作的時候 攤位很多的時候 要控騎兵 控古拉姆 控空兵 還要設正確的單位 這都不是一個簡單的操作 但現在二圖曼隔著一面牆 遠程單位比較有優勢 這裡散開自己的陣型 散得還蠻漂亮的 頭車沒有辦法造成太大的傷害 你看拉一個大型劍塔在這邊 後面再加一個海門城堡 上路要推進不太可能 二圖曼這個圖空也是做得非常不錯 把戰線線縮縮在下方 不過阿巴斯下方的石牆也快拉起來了 要突破這城牆又要花一段時間了 上方要硬衝嗎 上方有火炮了 那大型劍塔就小心了 火炮在帝王時代的拆大型劍塔速度就非常快了 這樣可以打出510點的攻城傷害 差非常多 兩邊的科技 二圖曼是稍微的落後了 阿畢竟阿巴斯真的有錢到不行阿 精銳弩也要準備升級了 下方這裡石牆拉起來 感覺可以拖非常多的時間 上方如果沒有任何人去反制這個 火炮的話 城堡再多也守不住了 我要升長重炮反制嗎 但二圖曼這裡感覺黃金不太夠用了 阿巴斯是直接硬衝騎手到家裡來 這邊是直接抓掉了出來的投石車 軍蟹庫持續的在升投石車 不過主要是火炮沒有辦法阻止阿巴斯這一波 反打 原本想說他要從下路進攻 結果沒有阿巴斯說這個是深東即西 上方直接被火炮給塗穿 阿巴斯直接從上路做突破 中間的樹林也快砍穿了 砍穿之前能決勝嗎 這古拉姆已經金光閃閃的精銳版本了 海門城堡射成多少 海門城堡射成多少 八 我想說他剛剛有被射到火炮沒有 海門城堡射那個衝動車 二圖曼家裡這個極力防守 後方出來的單位感覺黃金兵已經升不出來了 沒有黃金兵意味著破甲能力會大幅的降低 沒有黃金沒有辦法升努兵 沒有辦法升 可能騎士之類的 不過這場應該二圖曼是選擇升努兵 但是沒有努兵的扣打 因為黃金量不夠 努兵相對的比較少 阿巴斯這個古拉姆這一場比賽 真的也是 發揮的非常極致阿 又坦又痛 消耗掉二圖曼大量的戰鬥能力 這邊就打出GG投降 結束場比賽嘍 到這邊喜歡四代的一樣 不要忘記點贊支持一下 那這個影片上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那最近的話會有一個call to arm 的比賽 會準備進行哦 應該是A級聯賽吧 獎金也蠻高的 我再看一下 應該會找的時間做幾場 精彩的比賽 因為也沒辦法每一場都帶 四代現在比較麻煩 就是他的重播系統 依然是保存在線上 然後 你沒有在現場直播的話 通常也蠻難每一場比賽都做到的 那我能做就是盡量去帶這些比賽 給想看四代的各位 好不好那 一樣還是要講 你真的喜歡四代的話 有這個餘裕真的可以考慮 加入一下會員 或者是超級留言感謝 支持我一下 好就讓我可以 安心的安穩的 花更多時間做這個4E5 四代的節目啊 好啦就這樣子 拉拉票一下工商一下 畢竟大家做創作 也不是這個用愛發電的嗎 好啦 就這樣子 再怎麼樣你還是可以點贊支持的 那我們就期待下次更多 是異地國4的相關對戰影片哦 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